第0065章 太行山的王 当 大黑牛一蹄子下去 将筷子长得银色小蛇踹飞 道 蛇崽子也敢挑衅我的威严 他没有下杀手 因为始终没有弄清楚 太行山众多异兽背后的 王究竟是谁 有所忌惮 一头黑熊大吼 直立着身子 足有八米多高 变异后 躯体庞大了很多 他用力捶打自己胸膛的那撮白毛 显得很凶狂 好 随着他一声咆哮 从他的嘴里喷出一道闪电 非常惊人 这是异兽中的一个头领 咔嚓 大黑牛躲过 闪电将远处一块 足有数万斤的巨石击中 当场炸开 成为碎屑 黑熊继续咆哮 闪电一道接着一道 向着大黑牛轰去 掌握雷电的兽类很罕见 一旦进化 不可想象 大黑牛无惧 不再躲避 一双粗大的鸡脚 轻轻顶了过去 所有电光皆消失 被牛角吸收 却 大黑牛一声轻斥 咔嚓一声 电光从他的鸡脚中旋转而出 轰在黑熊的身上 令他浑身冒烟 遭受重创 横飞进乱石堆中 嗷屋 狼嚎震震 一前一后 两头一变的狼扑了上去 一头如同青筋铸成 一头浑身覆盖岩石皮 各有不同本领 大 这次大黑牛一蹄子踹过去 青铜狼头颅都变形了 扭曲着 就如同金属折弯一般 但没有断掉 青铜狼惨叫 子弹都打不穿他 结果现在被一剂牛蹄子 他的身体变形 横飞而起 撞在巨石上 有意思 大黑牛看着他 很快 他面色变了 身后的石狼张口喷出黄雾 竟要将它石化 已经蔓延到牛尾巴上了 滚 大黑牛一声断鹤 在那里撂角子 砰的一声 石狼惨叫 下巴都给踹掉了 栽进灌木丛中 狂蜂大作 一条水桶醋的大青蛇出现 长足有数十米 所有草木都分开 为它开辟出一条道路 它遇风而行 急速杀来 张开血盆大口 带着腥风 十分害人 后面 黄牛看得直缩脖子 真不愿意对上这种大掌虫 大青蛇速度极快 留下一道残影 带着狂蜂 扑倒镜前 向大黑牛缠绕而去 要知道 这头水桶醋的大蛇 早先时曾从山峰上跃起 猛力甩动身体 将一架武装直升飞机 都给抽毁了 凶焰赤胜 现在 它准备活活将大黑牛给勒死 蛇类拥有可怕的绞杀力 这么粗的大蛇 足以将聚向全身骨头勒碎 然而 大黑牛没在意 任它缠过来 最后只是猛力一震 大蛇顿时惨叫 发出奇怪的声音 满嘴是血墨子 它快速松开 嗖的一声 带着狂风 窜到最近的一座山头上 刚才它的浑身的骨节噼啪作响 险些断开 好 一群异兽汉不畏死 向前猛冲 数十头一起围攻 别逼我下杀手 大黑牛警告 因为 它有些疲于应付 这么多异兽一起发难 换做其他人的话 早就死了 后面 还有数百头 眼中凶光绽放 坐视欲扑 异兽内讧了 我们准备突围 白蛇岭内 有人见到这一幕 认为机会到了 可以借此闯出去 杀出一条生路 别逼我 大黑牛数次中招 遭遇凶猛攻击 它眼神凌厉 猛的一声大吼 如惊雷炸开 震动整片山林 轰动 山峰都在剧烈摇动 滚落下很多巨石 至于附近的草木等 纷纷爆碎 大黑牛周围 一群异兽发猛 有些口鼻易血 更有不少一头栽倒在地上 剩下的异兽惊悚 不断后退 这头大黑牛太厉害了 真要拼命的话 后果难料 死死 那条筷子长的 银色小蛇吐杏子 命令异兽继续进攻 不要畏惧 他率先动了 再次电视而去 当 这一次 大黑牛没客气 一提子跺下 将银色小蛇 踏在一块岩石上 稍微用力 地上发出 咯吱咯吱的声响 小蛇痛苦 身子扭曲 他身下的岩石都裂开了 可以想象力到多么强 牙签那么大 也敢频频对我挑衅 真当本王好脾气吗 大黑牛眼睛中 透出冷漠 白蛇岭 很多艺人在行动 准备杀出去 天哪 但是 就在这一刻 许多人面色雪白如纸 盯着前方的山地 一下子止住脚步 而后不断倒退 人们抬头望着前方 身体忍不住发抖 不敢相信所看到的 吓到灵魂都要出窍了 砰 有人直接吓得昏死过去 栽倒在地上 一瞬间而已 万籁俱迹 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远处 所有异兽都安静了 一动不动 牙签大的蛇崽子 长点记性 下次别挑衅本王的尊严 只有大黑牛在开口 在他的身后 黄牛吓到浑身的毛根根倒树 恨不得撂个卷子 直接逃走 但是他没敢动 猫 黄牛声音微弱 小声提醒大黑牛 不要再说下去了 别吵 大黑牛自顾地说着 责备黄牛 黄牛真的要哭了 浑身冒寒气 再次摸摸叫了两声 大黑牛不说话了 事实上 他比谁都警觉 早已寒毛倒树 只是在强作镇定 没有立刻回头而已 他已经感觉到 身后那里有一头庞然大雾 恐怖无边 但是 总不能刚才狠狠 下一刻就变脸服软吧 大黑牛在硬撑着 可惜 没撑多久 他还是变脸了 松开蹄子 笑 对小蛇开口道 小家伙真顽皮 去吧 回家吧 本王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So 银色小蛇毫不留情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飞射而去 立在不远处的一块巨石上 大黑牛缓缓转身 慢慢回头 哪怕早有心理准备 可当见到那是什么后 还是一个谅强 险些撂绝子就投 Mo 大黑牛浑身的毛都倒竖了起来 两根犄角发出乌光 浑身澎湃出一股恐怖的力量 他在戒备着 一双牛眼瞪得很大 就在那里 有一条巨大的生物 恐怖无边 俯视着他 一条大白蛇 体型破人 头颅巨大 身体非常粗 直径最起码有两米多 通体雪白 从不远处的峡谷中 露出一节躯体 那段躯体最细的地方 也得需要两三个人 才能合抱过来 立在半空中的躯体 有数十米长 水盆大的眼睛 流动冷漠的荧光 正低头俯视着大黑牛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蛇 大黑牛一阵头大 刚才他还在说 那条小蛇 不过牙签那么大 现在直接出来个蛇王 这么庞大 太惊讽了 山岭中 所有人都胆寒 如坠冰窖 这么大的蛇 超越任何文献记载 它就是太行山 众多异兽背后的王 楚风发毛 它是本地人 没有人比它更清楚 这里的传闻 所谓白蛇岭 就是因为 相传这里一条白蛇 但没有几个人 相信它真实存在 很多年前就有人说 那条蛇有千年倒行 因为太巨大了 但谁能相信 现在 楚风亲眼目睹 它不得不承认 有些传说值得敬畏 龙龙龙 山摇地动 大蛇出世 从峡谷中钻出 那庞大的蛇区盘成一座蛇山 雪白而恐怖 它足有数百米长 真要铺展开来 可以从一座山峰 连到另一座山峰上去 已知的蛇类 热带雨林中最大的芒 也只有十几米长 跟眼前这头比起来 实在不够看 太过渺小 这条大蛇即便没有异变 活过千年岁月 也很恐怖 难以对付 更不要说天地巨变 大不相同了 它的实力 绝对深不可测 它能号令太行山 所有异兽 让不同的族群 走在一起 没有冲突 足以证明了 它不容置疑的霸主地位 太行山的王 北方的王 冒昧打扰了 我是来自西部火焰山的牛魔王 今日路进贵宝地 多有得罪 忘情海寒 大黑牛文周周 在那里陪笑脸 身段放得很低 远方 众多亿人不安 望着那条大蛇 感觉震震惊悚 没有办法了 救助吧 不然我们所有人 都得死在这里 这条大蛇 非目前的人力可以对抗 天神生物 那名鹤发童颜的老人开口 菩提基因的那名老人也在 此外还有江洛神 林诺依 银翅天神在近前 他们在商讨 银翅天神面色不好看 因为 它估量了一番 就是 它在全盛时期 多半也不是这条大蛇的对手 请世家的弟子出手吧 江洛神开口 绝美的脸颊上 没有笑意 只有宁众 准备上报菩提基因总部 天神生物这边 也做出决断 请雷阵子出山 林诺依亲眼绝力 长发被风吹起 银白而精致的面孔上 很平静 在这种境地下 也很镇定 远水不解尽渴 等他们赶来 或许已经晚了 向国家有关部门求援吧 最终 他们决定双管齐下 多请些厉害人物 远处 大黑牛跟白蛇谈崩了 因为他无论说什么 白蛇都没有回应 只是低头冷冷地看着他 白蛇你灭视本王 那就一战吧 大黑牛似乎恼了 正有此意 你是第一个 赶在我面前称王的异兽 我的确想掂量一番 白蛇终于开口 声音清晰 在整片山地中回荡 这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很冷 但也很动听 像是从天外传来 仿佛带着广寒宫的清冷气息 所有艺人都头皮发麻 浑身冒寒气 那两头异兽 竟然都会人类的语言 太恐怖了 在此之前 先将松果交出来 白蛇开口 好 给你 大黑牛用力甩头 紫金色泽的松果 从他的耳朵中滚出 向地面坠去 突然 他猛地扬起体子 砰的一声 踢在松果上 力量巨大无边 一刹那就让他炸开了 数十粒松子 向着四面八方飞散 他的力量太大了 松子飞射 每一粒都最起码 飞出去数百米远 洒落在山林各处 都给我收回来 一粒都不能少 白蛇开口 依旧是女子的声音 十分动听 但也越发显得冰冷了 哄 下一刻 他动了 庞大的蛇区 向着大黑牛俯冲 黄牛在期待 希望大黑牛 大发神威 抗衡白蛇 然而 让他惊恶的事情发生了 大黑牛化成一道黑风 裹带着他 搜的一声 冲向数百米外 突破音障 速度太快了 最后发出的声音 震耳欲聋 不是说好战斗吗 怎么逃了 黄牛瞪大眼睛 脑子进水了 才跟他打 逃吧 大黑牛瞪眼 化成黑色狂风 席卷过山林 直接向山外冲去 白蛇目光冷冽 庞大的躯体展开 如同一条银色的长河 横空而去 速度同样恐怖无边 突破音障 这种速度 导致空气剧烈震荡 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他们都超越了音速 所有人都恐惧无比 那条白蛇横空 简直就像是一条龙 数百米长 瞬间远去 逃啊 许多艺人大喊着 这是难得的逃生机会 那些异兽也动了 向着艺人们扑来 带着恐怖的杀意 他们在阻击艺人 同时也在寻找 散落在四方的松子 异兽暴动 冲击白蛇岭 跟艺人们遭遇 爆发流血大战 其中一个地方 有艺人躺在草丛中 皮肤如同黄玉般 带着晶莹的光泽 被一头装甲车 那么大的野猪踩中 身体竟然没有破烂 反而疼醒了 他是金刚 两头牛将他打昏过去后 并没有下死手 直接就给扔在路边的草坑里 金刚痛醒 睁开眼的刹那 正好看到 一头小山般的野猪 踩着他 凑到近前猛力的袖 妈的 被牛欺负也就罢了 现在连一只猪也赶过来 丢我吐口水 气死我了 金刚气得暴跳如雷 他的雀气坏了 不久前被两头牛折腾惨了 现在刚一睁眼 就看到一只猪 在对着他袖 心臭无比 他肺都要炸了 欺人太甚 金刚大叫 他平日一向镇定 欲视从容 可现在受不了了 眼睛都立起来了 猛力一翻身 将大野猪反压在身下 第0066章 绝境 金刚真的急了 猛力将装甲车 那么大的野猪掀翻 先是被两头牛欺负 现在一头猪都踩着他 狂袖个没完 气得他蹊跷生烟 死死地按住大野猪 干啥呢 欺负猪啊 一道非常等的声音传来 相当不厚道 怎么听怎么不对味 金刚恼火 降服一头猪 也有人说三道四 这么难听 他带着煞气 转头观望 鼻子差点气歪 竟然是一只鸟 通体绿油油 在那里嘲讽 看样子 应该是一只鹦鹉 服侍过神秘果实 发生一变 正在邪逆金刚 道 咋地 耍流氓啊 那做派让金刚火大 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金刚捡起一块岩石 向半空置去 绿鹰五下 得赶紧扑扔翅膀 逃向高空 他嗓门很大 叫道 有人耍流氓 欺负猪啊 金刚脸色充血 头发根根倒数 还好 附近没人 看向这边 都在跟异兽厮杀 不过 到时有几个 扛着摄影器材的人 从不远处奔过 急匆匆 不知死活地 在山地中乱穿行 金刚看了他们几眼 没发现异常 长出一口气 他如一头猛兽扑向高空 捏拳印 轰向鹰鹉 杀鸟灭口啊 绿鹰鹉怪叫 拍打翅膀 逃进山林 再也不敢露头 金刚脸色黑如锅底 憋了一肚子火 好 大野猪早已翻身而起 鼻子喷白烟 他是异兽中的一个头领 力大无穷 刚才一个没注意 居然被人撂倒 哄 他怒了 撞击过来 嘴里的獠牙长达一米 跟两口血量的长刀似的 向着金刚顶去 这头野猪有装甲车那么大 一旦跑动起来 地动山摇 周围许多艺人骇然失色 纷纷躲避 金刚带着杀意 跟他硬汗 砰砰砰 激烈的碰撞声 响彻山地 艺人一兽 像是两个怪物 打到山势崩开 大树折断 景象十分恐怖 大野猪非常彪悍 口鼻喷白烟 獠牙风锐 但几次冲撞 都被金刚硬挡了回去 动 一辆正在开火的装甲车 被他一头撞中 轰隆一声 被他撕裂为两劫 让所有人都胆寒 大野猪发狂 在这个过程中 最起码有十几位艺人 死于他的獠牙下 可不无边 此时 在他一米多长的獠牙上 还挑着一个艺人呢 从他的胸膛刺出 鲜血淋淋 让人恐惧 找死 金刚大怒 他找来了自己遗失的佛刀 带着无边的煞气 冲向大野猪 誓要斩杀此寥 他的权硬很强 但是大野猪皮糙肉厚 力大无穷 很难击毙 金刚动用佛刀 血量光滑绽放 照亮山林 飞沙走时 大野猪呼啸 越发凶狂了 破 终于 金刚得手 一跃而起 手中佛刀 斩在他的脖子上 一颗巨大的头颅飞起 带着大片的血 野猪头领毙命 无头尸体摔倒 这一战果 影响到了周围的异兽 引发骚乱与不安 一只强大的头领战死 让他们焦躁了 一人士气大震 信心增加 跟在金刚后面 一起向前杀 杀 金刚大吼 冲入异兽群中 手持佛刀 大开杀箭 扑扑扑 鲜血溅起 他勇猛无匹 所向披靡 顷刻间斩杀五六头异兽 不过 麻烦降临 那条水桶醋的大青蛇出现 遇风而行 所有草木都折断了 他所过之处 许多艺人被绞杀 死相凄惨 只要被他缠绕上 浑身骨头寸断 他的绞杀力太强 别说是人 被轻易勒死 大 金刚跟他对上 在他身上留下几道伤口 蛇血溅起 但是并未斩断他的躯体 相反 他自己被抽了一击 如果不是他的肉身极度坚韧 肯定毕命了 不久前连一架直升飞机 都被这条青蛇抽得断裂 两者缠斗 激烈搏杀 另一边 银翅天神也动了 虽然负伤 但战力依旧恐怖 双翅一斩 像是无坚不摧的天刀 将几头翼兽 先后劈成两半 鲜血染红山林 一人士气大震 喊杀震天 向白蛇领外突围 但是 银翅天神也很快遇上麻烦 一头猴子向他杀去 看起来不过一米多高 但是浑身金色皮毛发光 刀剑不入 他的银翅 跟猴子的爪子碰在一起 火星似箭 没能展开 尤其是猴子的速度太快 搜搜移动间 如一道金色的闪电 银翅天神跟他纠缠在一起 最终他的尖头被猴子抓中 鲜血崩陷 遭受重创 不过他也趁此机会 割裂金色猴子的喉咙 砰 猴子毕命 摔倒在血泊中 银翅天神亮腔倒退 明显不如 刚才那般勇猛了 他兽创颇重 一人的脚步兽阻 那些猛兽太凶残 其中六七位异兽头领 比不上金刚与银翅天神 但胜在数量多 楚风也在出手 他没有随意放剑 而是在寻找异兽的头领 这种生物威胁太大 解决掉它们 才最有效 咻 他盯上跟金刚缠斗的青蛇 张开大弓 射出一只剑语 雷霆震耳 电弧横空 声势很大 大青蛇很敏锐 搜的一声避过舌头 躲过致命一击 但是他没有能避开第二剑 扑的一声射穿他的躯体 在那里炸开一个血洞 好 金刚大鹤猛地跃起 一刀向下劈去 大蛇翻滚 扑的一声 小半截躯体被斩落 他嘶吼着 带着狂风 冲向远方 一刀中的伤 躯体都断了一截 还是逃了 这对兽群来说 是一次重大打击 最强大的头领都负伤逃了 他们有些慌乱 好 不过 还有几个头领在 此时咆哮 稳住了他们 继续猛攻 一人在数量上 比太行山的异兽多 但是论战斗力却不及 往往数名异人一起上 都杀不死一头异兽 经常可以看到 一头异兽发狂 可以将六七名异人撕裂 满地是血 主要是异兽带着野性 原本就在大山中生活 所处条件恶劣 没有一变前 就在适应着丛林法则 而异人则是人类进化的 哪里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 昔日很安逸 哪怕现在有强大的实力 可真正厮杀时却也不行 少了一股狠劲 异人虽多 但处在下风 损失越来越大 羞羞羞 处风接连开弓 几乎是一剑一个 将一头又一头异兽射杀 鲜血淋淋 他找不到异兽头领 自己头异兽先后毙命 顿时让附近的一人压力大减 突然 处风感觉后脑剧痛 神觉预警 他猛地扑了出去 一道荧光滑过 贴着他的头颅而过 砰的一声 远处一株大树崩断 那是一只啄木鸟 只有一尺多长 浑身银灿灿 像是金属铸成 鸟会无间不摧 刚才险些将处风的后脑刺透 这也是一名头领 个头虽小 但是非常强 早先时曾毁掉过一架直升飞机 钢铁等都挡不住他 我来掩护你 射杀他 一个白衣白裤的女子出现 背负一对光翼 散发雪白光辉 整个人仙尘不染 稍微一笑 就显得无比甜美 白虎 江洛神也出现 露出亚色 楚风愕然 被黄牛偷袭 又吃了他羊肉串的女子 竟然是传闻中的白虎 江洛神带着迷人的笑 道 白虎的妹妹如失韵 显然 他说话大喘气 有意调侃 楚风示然 背负雪白光逸的美丽女子 怎么可能是白虎 不过 他叫卢失韵 楚风了然 白衣白裤的女子 早先没有说实话 或许因为身份敏感 不愿将真实的名字 告知陌生人 他没有耽搁时间 不断开弓 射杀易寿 一路向前冲 旁边 有卢失韵防御 他安心不少 那头啄木鸟很谨慎 没有再杀过来 卢失韵有你什么后手 不要藏着掖着 我们联手杀出去 江洛神开口 他很精明 知道白虎跟天神生物有过节 而他的妹妹 却敢带着少许人马出现 必有所依仗 没用 对付不了那头白蛇 卢失韵摇头 光一洒落雪白光辉 他青春而有朝气 他可以飞天 自然具有优势 但是这里有不少疫情盘旋 谁敢腾上高空 就会遭遇猛烈袭击 所以 他来寻楚风 希望借他之力 射杀那些疫情 那没有办法了 只能合在 一起向前闯 希望那条大白蛇 没这么快回来 江洛神说道 此时 一人都拼命了 合力向前杀 想在白蛇回归前逃离 轰隆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白蛇回归 立在半空中的躯体 都有数十米长 冷漠地俯视着所有人 完了 众人脸色苍白 觉得陷入绝境 难以活着离开 第0067章 不死 白蛇来了 俯视着所有一人 他太粗大了 直径在两米椅上 盘成一座雪白的蛇山 那景象太恐怖 山林中 血腥味道很重 死了不少艺人 有的 被猛兽咬断躯体 有的被凶情抓开头骨 很惨 地上也有很多异兽的尸骸 包括他们的头领 比如那头 比装甲车还大的野猪 还有那头 拥有金色皮毛的猴子 片刻间 艺人最起码死了800人 而异兽死去 不足百头 相差悬殊 现在白蛇回来了 艺人这边近乎绝望 楚风在担心 黄牛被大黑牛带走 到底怎样了 能安全逃离吗 他不敢想下去 这么庞大的一条白蛇 可能活了千余年 究竟有多强 没人能说得清 大黑牛不是他的对手 太行山的王 我等并没有冒犯之心 不知道这里是你的领地 请宽恕 林诺一开口 双腿修长笔直 在山林中轻缓迈步 向前走去 对面白蛇 他平日很冷艳 但现在却尽量柔和 略微一笑 绝美的面孔上 顿时非常灿烂 晃得许多艺人 都有些恍惚 白蛇低下头 俯视着他 眸子依旧冰冷 艺人们吃惊 在这种可怕的关头 林诺一居然有这样的魄力 赶上前跟白蛇对话 实在不一般 风吹过 他的长发扬起 精致的面孔上 带着诚恳之色 美目平和 没有巨异 只是 此时他略显单薄 原本他身材极佳 一百七十分 高挑而完美 但跟庞大的白蛇比起来 实在过于渺小 太行山的王 请你原谅我等的鲁莽 将落野神开口了 轻声细语 居然要跟白蛇谈补偿 在这种紧张时刻 国民女神的胆气也这么大 让很多男性一人惭愧 最后关头 居然是两个女子上前 思思 那条大青蛇出现 吐着杏子 遇风而来 他断了半截身躯 带着仇恨的光芒 盯着金刚 也在寻找处风 白蛇见他这么惨 水盆大的毛子顿时冷冽 扫视所有一人 众人头皮发麻 知道要出大事 这头白蛇杀意在增加 很多人感觉要被冰冻了 身体发僵 大青蛇嘶嘶有声 像是在告知情况 人类以你们的性情 早晚要进太行山 对异兽动手 预期如此 不如先让我把你们杀到痛为止 白蛇开口 声音很霉也很冷 很清晰地 在这片山林传荡 他决定出手 显然 这一战避免不了 他早有这种打算 为了练兵 曾观察人类很久 哼 庞大的蛇躯动了 俯冲下来 突破阴障 带着恐怖的气息 如一挂银色的长河垂落 林诺依和江洛神反应迅速 身材虽然抱好 但行动起来却无比矫健 画出优美的轨迹 分别翻身冲向两侧 哼 白蛇庞大的躯体落下时 数十人毕命 仅一次扑击 就造成可怕伤亡 他的身体比晶体还坚硬 这么扑下来 谁受得了 异兽战战兢 疯狂倒退 为白蛇留下战场 轰隆 白蛇游动 巨大的身体卷过 这简直像是一场灾难 山地崩裂 矮山断开 数百米的雪白蛇躯 横扫一切有形之物 巨石崩飞 古树折断 小山坍塌 简直像是世界末日 啊 成片的惨叫声传出 此起彼伏 顷刻间最起码 有数百人死去 有些艺人可以飞天 纷纷展翅 冲向高空 结果白蛇张嘴尖 喷出一片荧光 这批人四分五裂 快速避命 拼了 有人怒吼 因为根本逃不走 能活下来的自然不凡 有一名艺人化成火焰巨人 向前扑去 将山石都化成岩浆 这是一个高手 很可惜 白蛇吐气的刹那 将他冰封 接着又让他当场炸开 坚持住 世家的弟子 恰逢在附近 就要到了 菩提基因的那名老人吼道 他拼尽力量 对抗白蛇 所有人都心惊 这个老人的战力相当的可怕 双手截狮子印 拳风恐怖 发出狮吼之音 可以看到 他周围的山石都崩开了 这竟然是一个不弱于金刚 与银翅天神的高手 可与金字塔顶端的四大艺人比肩 砰砰砰 他接触的狮子印 接连轰在白蛇躯体上 足以将数万斤巨石打得崩碎 可现在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白蛇低头看着他 蛇躯一扫 砰的一声 老者横飞 撞在山壁上 满嘴是血 老子与你拼了 金刚大吼着 连这种话都喊出来了 可见杀红了眼睛 他没有持佛刀 而是拎着一只降魔蜀 此蜀不大 只有一尺长 像是庙宇珠岸上供奉的器物 不像是真正的兵器 但现在这只蜀发光 由古普遍的金银 轰的一声 刚打到半空中 就发出暴鸣 非常惊人 哄 这只蜀砸在白蛇身上 火星四溅 竟让他的身体轻颤 并没有击破 无血流淌 白蛇动了 庞大的躯体直接碾压金刚 险些就将他卷在下面 最终 金刚从那蛇区附近挣脱 嘴里满是血 体表如同黄玉般晶莹 流动光辉 他拥有不坏之身 这是他的神秘能力 若非如此 被白蛇数次撞击 早已成为肉将 他竟活了下来 白蛇冷漠无情 巨大的躯体横扫山地 这简直如同灭世一般 大地崩开 银色躯体所过之处 无物不破 十几万斤的巨石都炸开了 近前的一座山峰也被削片 就这么一次扫杀 最起码有上千亿人死于非命 根本不是对手 差得太远 楚风凭着敏锐的直觉 数次躲避过危机 他并没有轻易动手 很快 他不得不张开了大弓 因为看到灵诺一可能有危险 白蛇的尾巴末端扫过山林 可能会触及到他 这是提前预判 凭着神觉所感应到的 果然 白蛇扫过山林 如同一挂银河倾泻 山崩地裂 即将波及到灵诺一那里 楚风没有犹豫 选了一只雪白的古剑 整体都是龙牙打磨而成 并且 他动用大雷音呼吸法 他在尝试跟大弓共鸣 爆雷之音顿时响起 咻 一道雪白的剑语射出 缭绕着雷电 速度太快 发出阵阵爆炸般的声响 咚 这一剑正好积在白蛇的尾端 蛇尾顿时扬起 遭受距离后改变方向 但也仅此而已 没有鳞片脱落 更无蛇血躺出 白蛇就是这么的恐怖 如果是蛇区中断 楚风根本就不会动手 因为知道白肺气力 也只有尾端可以尝试 蛇尾擦着山地 劈开成片的巨树 并划破山壁 贴着林诺依的身体 一侧而过 险而又险 林诺依哪怕一向很冷静 此时也略感寒冷 他急速躲避 脱离那片危险区域 这时 银翅天神也杀到了 他也看到林诺依有危险 白蛇冷漠 看了一眼林诺依 又看向楚风与银翅天神 嗡的一声 他摆动躯体 再一次扫杀 碰 银翅天神离得很近 躲避不及 被撞飞出去 大口渴血 一条手臂都骨折了 也幸亏离得近 他遭受的警示撞击 力量相对来说 还不算最恐怖的 楚风就不同了 他离得很远 蛇躯甩动起来后 劈到他这里时 速度与力量都达到最强 他头皮发麻 在急速奔行 哪怕有敏锐的神诀 提前知道了危险 可还是快来不及了 So 一道白影冲来 抓住了他 带着他贴着地面 急速飞行 而后共同跃到 一座峡谷内 轰隆 他们的头顶上方 那条如长河般的 雪白蛇躯扫过 山崩地裂 地面上的东西 都被摧毁了 卢诗运救了他 因为 跟他离得较近 都在朝一个方向逃 顺手拉了他一把 他有一对光翼 散发雪白光辉 速度非常快 带着他和楚风 逃过这一劫 楚风惊异 他觉得 卢诗运的真正实力 应该非常强 最起码他直觉敏锐 也能提前避险 小白虎谢谢你 楚风刚一张嘴 就知道说错话了 卢诗运白衣白裤 青春而有朝气 连鞋袜都雪白 雅结出尘 在这种绝境中 还带着笑 很甜美 可现在听到楚风的话后 鹰白额头上 直接浮现几道黑线 对不住 口误 楚风快速改口 地面上 惊悚的叫声 此起彼伏 片刻间而已 一人损失惨重 当楚风跟卢诗运 从峡谷出来时 山林中到处都是血迹 景象可怕 一人最起码死去了 两三千人 这才多长时间 大半一人毙命 远处 林诺依拉着重伤的 银翅天神在逃顿 天神生物那名 鹤发童颜的老人 已经战死在那里 金刚与江洛神 也在分别逃命 冲向不同方向 面对白蛇 根本无法立敌 菩提的精英的 那名老人在断后 手持金刚的那只蜀 怒吼着冲了上去 轰的一声 那里发出璀璨的光 白蛇口中喷出荧光 将那只蜀烘的爆碎 连带着老者四分五裂 惨死在那里 坐标精准 炸吧 林诺依的身体 发出柔和的光 带着重伤的银翅天神 贴着山林飞顿 同时 他也在跟外界联系 请立刻轰炸此地 已经没有办法 再耽搁下去 所有人都得死 接着 林诺依对众人喊道 快逃 哄 远方 一道火光冲起 突破阴障 出现暴云 进入太行山 向着白蛇而去 导弹 而且是威力惊人的 大型导弹 太行山内的艺人 还没有看到 但是已经猜测到 多半是请军方 动用了恐怖型热武器 逃啊 许多艺人大叫 还活着的人 发疯一般逃向远方 处逢面色变了 他感觉到巨大的危机笼罩 在山林中发足狂奔 这一次 卢士运没有管他 根本顾不上 拍动雪白的光翼 沿着低空急速远盾 楚风越过一道山岭 稍微安心 但依旧向前跑 动 巨大的爆炸声 在后面响起 火光滔天 整片山地都被掀飞 动动动 接二连三 最起码有六七枚导弹飞来 全部落在同一个地方 附近的山峰都崩开了 白蛇被火光淹没 最后 终于平静 楚风感觉身体剧痛 曾被多块山石砸中 还好没有伤筋动骨 刚才山崩地裂 景象骇人 对山林造成巨大破坏 他估计 即便白蛇死了 也得有不少艺人跟着葬送 那几枚导弹威力太大 波及范围过广 果然 当平静下来后 还活着的艺人不足千人 陆续从土坑中 从断山后面出来 都染着血 天啊 他还活着 没有死 这时 有人惊叫 远处 那里没有山峰 也无山林 都被导弹扫平 焦土中 有一头庞然大雾立起 通体雪白 只有个别地方鳞片脱落 带着血迹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伤口 太恐怖了 根本杀不死 艺人们颤抖 近乎绝望 异兽有二百余头葬身这里 我将图两座城 以祭奠 白蛇开口 冷幽幽 众人听得毛骨悚然 刚才 异兽大部分逃了 但也有部分葬身此地 被炸得尸骨无存 白蛇要复仇 要以图城来祭奠死去的异兽 怎么杀不死 大型导弹都无用 连金刚都不能接受 刚才他浑身发出白光 护住身体 不知道那是怎样的 一股神秘力量 江洛神低语 嗯 突然 他露出喜色 通讯器有消息传来 怎么了 世家的弟子到了 江洛神惊喜 一笑倾城 就在这时 有一人闯进太行山 速度很快 一步迈出就很远 像是缩地成寸般 赶到白蛇里 太行山的王 你杀心太重 他隔着很远便开口 但他与声音 几乎同时到达此地 第0068章 世家门徒 他跟声音几乎同时到达 显然身体非常坚韧 不然的话 在这种可怕的速度下 肉身承受不住 幸存下来的一人露出喜色 有高手救援 或许可以 活着离开这片山林 千叶叔叔 江洛神浅笑 等来人打了一个招呼 来人40岁左右 中等身材 小麦肤色 有晶莹光泽 虽然容貌一般 但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双目炯炯有神 他的体表略带光辉 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甚至都忽略了他的长相 只允许你们杀一兽 不容我等反击 否则就是杀心太重 白蛇声音冷冽 盘成蛇山 低头俯视来人 你看这山林染血 多少无辜之人惨死 而一兽又死了几个 你的杀性还不重吗 千叶开口 长年以来 人类以非情走受冲击 真要计较 谁的杀性更重 白蛇冷悠悠地说道 千叶张了张嘴 有些难以开口 他是人 对方是异类 真要换位思考的话 孰是孰非讲不清楚 你是世家弟子 自知万物有灵 众生平等 何以敢这么大意凛然 斥责异类 白蛇平静地问道 后方 艺人们发呆 这条白蛇果然非凡 世家门徒来了 反被他教训了一顿 千叶醋眉 你欲屠城 我心惶恐 所以特来太行山阻止 自古以来 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说到底 这才是最朴实的法则 可也净显残酷 白蛇的语气很平静 人类在某个时期走了捷径 但现在不同了 白蛇话语简单 很多人心惊肉跳 未来或许会发生巨变 你要怎样才会收手 千叶问道 他感觉有些不妙 这头白蛇太镇静了 没有杀到你们痛 怎会有敬畏 屠城不会改变 白蛇冷漠地说道 声音在这片山地中浩荡 谈判失败 千叶沉下脸 双手结印 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能战斗 白蛇也动了 浑身散发银灰 粗长的尾巴猛力一甩 如一道银铺垂落 抽向千叶那里 千叶反应迅速 迈开脚步 一纵就是近白米远 躲避了出去 砰 山地崩开 黑色的裂缝蔓延 这简直像是天灾 非人力所能抗拒 哄 下一刻 千叶冲过去 捏金刚硬 身体有金属光泽 增量 速度太快了 从侧面攻向白蛇 进行轰杀 白蛇没有躲避 身体横扫 跟他硬碰硬 咚的一声 天穷上像是有一面大鼓被敲响 沉闷而雄浑 震动四方 砰的一声 千叶倒飞了出去 露出金蓉 他右手拇指和食指间 有血流淌 虎口裂开 被白蛇之躯震破 我还真以为是 两千多年前的世家弟子 白蛇开口略有失望 摇了摇头道 想来也不可能 得世家真意 皆可称其门徒 千叶说道 所谓真意 是指世家的攻击手段吧 但是 你还差得远 白蛇冷声道 哄 他俯冲而来 张口喷出一片荧光 威力太强 催枯拉朽 顿时让山地崩开 千叶躲避 不敢阴风 他拥有超凡的速度 几个起落间 便冲上一座山峰 避过白蛇的猛烈攻击 轰隆 白蛇速度太快 如同在飞行 贴着山林就到了境前 庞大的蛇躯缠绕在山体上 巨大的头颅俯冲 要将千叶吞下去 动 千叶已全硬抗衡 通体发光 但最后还是被撞击得横飞而起 远没有白蛇力量大 咔嚓一声 这座低矮的山峰 被白蛇脚断 他的力量实在可怕 稍微一用力 就从这里冲起 如同横空飞行一般 白蛇犹若真笼 在空中追上千叶 好 千叶一声大吼 撞若雄狮 口中喷出金色的波纹 震荡群山 这是一种阴波弓 白蛇略微受阻 但很快又追了上去 呼的一声 他速度很快 庞大蛇驱压在千叶身上 向着一座山体撞去 声势浩大 轰隆 烟尘冲天 下面的山岭塌陷 白蛇将千叶砸在那里 猛力碾压 山体撕裂 乱石翻滚 砰 一道人影 从山体的裂缝中挣脱 逃向远方 千叶吃亏 有些不敌 白蛇斩动躯体 在山上略微一用力 像是飞行一般 横空而去 再次追上千叶 那么庞大的躯体 竟然非常灵活 一跃就是数百米上千米远 在半空中横渡 威势害人 千叶轻斥 向山地中坠去 而后他双手不断结印 发出刺目地光 打向俯冲过来的白蛇头部 白蛇张嘴 喷出银灰 极其绚烂 轰向千叶 那里发生大爆炸 千叶亮呛 随后整个人被冲击的横飞 他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 白蛇甩尾 突破阴障 半空中发出暴鸣声 震动整片山林 啪 这条雪白的粗大蛇尾 正好抽在千叶的身上 将他打得大口可血 身子像是炮弹一般 飞了出去 撞在远处一座石山上 那山壁都咔嚓一声裂开了 他滑落了下去 嗖 白蛇太快了 急速跟进 猛力绞杀 身子卷了过去 石壁被蛇躯撞碎 千叶则跟着翻飞 他口中发出一声长啸 右拳发光 猛力轰向白蛇的一只眼睛 白蛇轻轻一晃头 便躲避了过去 千叶冲起 逃离石山 后面乱石翻滚 石山塌了 白蛇斩动身体 再次横空而行 追了过来 速度可怕 让人绝望 这 义人们胆寒 千叶很强 那简直是非人的力量 可是面对白蛇 还是不够看 世家弟子也不行 降服不了白蛇 不过 人们也了解到 所谓的世家弟子 并非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只是现代人而已 除非世家复生 不然人力不及白蛇 有人低语 当然 他这种说法并不考虑神话元素 同时也结合了史书中的一些记载 相传 世家年轻时 可以志向 利益大无穷 故此才有后世的种种传说 直到最后被神话 将一头大象 制出数百米远 那是怎样的一种力量 说到底 这位千叶多半 也只是一位艺人 早于我们出现在这个世上 有人说到 同时在快速行动 向白蛇领外套去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短暂的片刻间 人们没有想到 所谓的世家门徒也不敌 不是白蛇对手 嗖嗖嗖 艺人们都在逃顿 谁还敢继续观看下去 千叶到来 为他们提供了逃生的机会 现在不走就太纯笨了 楚风神爵敏锐 早已发现千叶不敌 他是最先行动的人之一 无法抗衡 也帮不上忙 唯有逃生 不能等死 砰 山中 千叶亮腔倒退 再次被白蛇喷吐出的银灰打中 满身是血 体表的光辉都暗淡了 他每次都会被打飞出去 数十上百米远 如果换成一个人 早就成为烂泥 他的肉身极其坚固 依据传闻 世家力道极度强大 你的这些手段 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 白蛇开口 攻击越发凌厉 砰砰砰 千叶不断被打得飞起 撞在山峰间 砸在石壁上 难以对抗 再这么下去 非死掉不可 你觉醒神教 早先时完全可以避开导弹 为何硬抗 千叶问道 吐出一口血墨子 他在担心 因为真正交手后才明白 这条白蛇有多么恐怖 不仅在力量上 就是速度也惊世害俗 此外 他还有神教 可以避险 只是想试一下 我的肉身在热武器下 可以支撑多久 白蛇达到 声音动听 但却让千叶身体发寒 这条白蛇肯定会有大动作 才如此冒险 你到底想干什么 千叶问道 白蛇不理会 开始发力 向前绞杀 杀意弥漫 整片太行山都一片寒冷 逃啊 艺人们大叫 亡命冲向远方 白蛇没有追 这一役 非常惨烈 四五千亿人到最后 只有一千左右生还 活着出来 最后又有热武器飞进太行山 但白蛇早已无踪 千叶世生 还是死成为谜 其他艺人没有见他出来 楚风一路狂奔 风驰电掣 远离那片可怕的山脉 在无人之地换下衣服 悄无声息地回到家中 白蛇出事 这片区域不安全了 他在考虑离开 黄牛在哪里 不知道怎样了 楚风有些担忧 墨地 他抬起头 向院中望去 那里多了一道身影 第0069章 分赃一果 楚风回来时 一路上很小心 封锁自身契机 动用本能神教 确信没有人跟踪 这个人谁 他平住呼吸 仔细观察 那道身影背对楚风 穿着古怪 一身亚麻粗布 将全身都包裹 怪人先是对太行山一拜 而后便蹲下身躯 在那里绝土 在寻找着什么 楚风脸色变了 那是花谱位置 他从昆仑山带回的三粒种子 都埋在那里 怎么能容这种事发生 他冲出房间 动用牛魔拳 发出风雷音 向前轰去 碰 那道身影反应迅速 转身就是一拳 跟楚风的拳印撞在一起 刹那间飞沙走时 发出暴鸣声 楚风甩了甩发麻的拳头 盯着这道身影 怪人瞪远眼睛 而后一把扯下压麻布 露出真身 竟然是黄牛 你怎么没死 黄牛快速在地上嗑自 一脸活见鬼的样子 楚风气得牙根痒痒 这死牛居然诅咒他 很想再去买几串过期的羊肉串位给他 黄牛嬷嬷叫了几声 在地上开始嗑自 告知情况 大黑牛不敢跟白蛇动手 但是逃命本事却是一决 带着黄牛风驰电撤 一路冲出太行山 成功逃离 事后 大黑牛告诉黄牛 如果不是有他这个累赘 非要跟白蛇一决高下不可 黄牛半信半疑 当即让他去救楚风 大黑牛痛快答应 转身就走 简直是一泊云天 不久后 大黑牛回归 告诉黄牛 他去晚了一步 楚风已经死了 他愤怒之下 跟白蛇大战 将整片山岭移为平地 但还是杀不死白蛇 最终只得无奈退走 他让黄牛节哀 反正也没认识几天 就不要挂念了 楚风听得目瞪口呆 最后忍不住骂道 这个老神棍 大忽悠 他怎么不去死 什么跟白蛇大战 他压根就没露面 黄牛闻言 张口结舌 他觉得羞愧 大黑牛比他脸皮还厚 什么都没做 居然还妖功 一副豪迈雄壮的样子 家门不幸 出了个败脸 他在地上写下几个字 你也不咋地 回来就到我的种子 连哭都没有哭一声 楚风瞪着他 黄牛不服 表示已经对着 太行山那个方向 败了一败 算是给他送行了 别扯这些没用的 紫禁松果呢 赶紧分赃 楚风相当直接 打量黄牛 他可知道 大黑牛跟黄牛收获巨大 没有了 都进了老神棍的肚子 黄牛刻字后 果断倒退 警惕地看着楚风 一看他这个样子 楚风就知道 这家伙身上 肯定藏着不少松子 直接就扑了上去 跟他争夺 最后 黄牛妥协 同意分赃 倒不是他大方 因为觉得自己 或许用不了这么多松子 那颗松果族 有成年人拳头那么大 里面共有一百二十多粒松子 他跟大黑牛剥落下来 最起码有一半 逃离太行山安稳后 大黑牛跟牛角牡丹似的 一口就吞下三十粒 最后砸吧砸吧嘴 觉得吃下那么多 量已经足够 随后 他便去找他沉睡了 看能否再次进化 而黄牛则跑回来了 准备将三颗 昆仑山的种子带走 你没告诉那头大黑牛吧 楚风可真担心 那个大忽悠 要是被他知道 估计三颗种子保不住 不可能告诉那条神棍 黄牛拍着胸脯 让他放心 接下来开始分赃 黄牛的身上 共有三十六粒松子 都比寻常的大 宝马晶莹 流动紫光 这些松子很通透 像是紫马脑般 光是看着 就让人觉得是非凡之物 特有的清香弥漫 沁人心脾 让人精神跟着宁静 我吃下去后 会不会长出一条尾巴 或者多出两根鸡脚 楚风迟疑 他很想识 但又非常纠结 这种神秘果实 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一旦浮食 就可能让人激烈变化 并拥有某种非凡的能力 黄牛在旁点头 这一次很认真 告知楚风 其实最好的选择是花粉 而非果实 楚风发现 他前所未有的严肃 这是很少有的情况 他认真询问 黄牛也不明白其中的内情 但在他来的那个地方 有些不朽的圣地非常讲究 要求弟子 必须以花粉进化 至于果实 尽量少碰 他猜测 到了后期 可能有什么弊端 当然 黄牛也补充 也有个别 绝顶传承 没这个忌讳 似乎有化解之法 楚风想了解的更多 但黄牛 似乎不愿意多说 那个世界的事 这让他为难 紫金松子就摆在眼前 绝对是好东西 可是他十分有犹豫 究竟是否服食 哥邦 黄牛在吃松子 居然脸皮一起嚼碎 整体咽下去 他一口就吃下五粒 仔细感应体内变化 楚风发现后 觉得自己被骗 这家伙怎么不担心 直接再啃松子啊 就这么吃了 牛魔王 他叫道 黄牛晕晕乎乎 这松子居然要笑奇大无比 让他浑身冒热气 眼睛都有点发直 楚风健壮 觉得正好可以问出实话 这家伙有点发猛啊 你这么吃下去 就不担心吗 以后弊端显路怎么办 黄牛哪怕反应变慢 也有些傲然 在地上刻字 告诉楚风 他是与众不同的 没看连鸡脚与皮毛 都是金色的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楚风想给他一巴掌 总有些生灵 受上苍眷顾 黄牛写下这么一行字 便闭嘴 什么都不说了 到了最后 他一共吞下十二粒松子 便不再继续 事实上 黄牛在吞到 第十粒松子时 就感觉到自己体内 无变化了 神秘药效不再增加 楚风纠结 到底要不要吃 同时 他想到了白蛇 如果屠城的话 会否从附近开始 应该马上撤离才对 不要紧 黄牛刻字 告诉楚风 那条白蛇说话算话 说屠城肯定不会屠镇 你怎么知道 他坦言 是大黑牛告诉他的 不然的话 也不会放他回青阳镇 楚风促眉 或许只有异兽中的王彼此 才更了解吧 只是那样的话实在恐怖 白蛇真要涂掉两座城吗 周全逃出来了吗 他赶紧联系 通讯器响了几声 最后竟然接通了 周全还活着 并且回到县城 他负伤了 在跟楚风通话时 竟像是有些解脱 经历那么可怕的是 他都没有落下什么阴影 楚风疑惑 询问之下才知道 周全的两根犄角断了 一根是万斤巨石砸的 另一根是被白蛇的躯体擦中后折断的 他能活下来 也算是有很大的运气 吓死我了 这世间居然有这么大的蛇 我再也不乱跑了 周全在那里庆幸 同时美滋滋 终于解决掉那两根犄角 赶紧离开县城 说不定白蛇屠城会从那里开始 楚风告诫 我知道 周全正发愁呢 问楚风这边是否安全 他们一家正准备逃亡呢 行 你来吧 楚风痛快地答应 周全开车来的 简直快将那辆车开散架了 一路沿着破败的道路猛闯 不得不如此 怕遇上白蛇屠城 果然 他的两根犄角断了 整个人都有点尾米不振 负伤不清 身体上有很多血迹 这是我的父母 周全介绍 从车上扶下两个老人 老两口面色略微发白 有惊吓的原因 还有就是 车速太快 他们在路上吐过好几次 伯父好 伯母好 楚风问候 看得出 两个老人病奄奄 实在没精神 楚风家的后面 有一处空着的宅院 那户人家早已搬走 现在非常时期 没什么客气的 他直接开锁 将周全一家安排进去 毕竟 楚风家里有头黄牛 再加上有可能会出现的大黑牛 如果一不小心 吓到周全的父母就不好了 现在两个老人精神为敏 不宜受惊吓 你的伤不清 骨头都断了 楚风吃惊 周全也够能忍得 肋骨断了两根 硬是没吭声 都没告诉他父母 楚风想了想 将两粒子盈盈的松子递了过去 这 周全震惊 他顿时猜出是什么 什么都别说 赶紧吃下去 楚风转身就走 回来时 他发现黄牛苏醒了 眼中射出两道惊人的金色光束 散发出的能量波动 强了一大截 金刚呢 离开太行山了吗 我想他了 黄牛实力大增 第一个想到的 居然是金刚 啥意思 楚风不解 黄牛一脸傲然之色 他想试一试 这一次能否框框几梯子下去 将金刚打晕 楚风无语 这么深的执念 也太不厚道了 原本就是偷袭人家下黑手在先 就因为没敲晕 念念不忘 黄牛果然非凡 他的外表并没有变化 不曾多了鳞片 与赤等 还跟以前一样 他告诉楚风 松树本就不算是一般的树种 轻松长翠 无惧冬雪 这种树木变异后 所接触的果实 十分非凡 楚风感觉到了 一颗紫金松果 结出这么多松子 足够树人服用 一次能造就出多位高手 松树下是否有奇异的土 楚风很关心这个问题 黄牛点头 一脸自信之色 告诉楚风 这次绝对可以让昆仑山的三枚种子生根发芽 好 楚风大喜 第0070章 期待 黄牛底气十足 因为得到的这块土实在非凡 赶紧拿出来 楚风催促 黄牛精神异异 从身上的大布袋里取出那块土 小心翼翼地放在院中的石桌上 顿时吸引了楚风的目光 果然非凡 它晶莹透亮 不像是土块 倒向是一块玉石 非常剔透 最重要的是 它足有成年人半个拳头那么大 早先时 楚风得到过几块易土 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根本没法跟这块比 相差太远 仔细看 像是密密麻麻的玉石颗粒 粘在一起形成的 非常通透 这块易土具有两种色彩 嫩绿与紫金缠绕在一起 发出银银光泽 颜色同碧绿的小树 还有紫金松果对应 比那几株草根茎下的易土 强太多了 楚风赞叹 其一小树下的易土 对着阳光一照 由绿子两种光透出 像是光焰在跳动 楚风吃惊 而后笑容越发地灿烂了 黄牛咧嘴 傻笑个不停 他们都很期待 觉得这次可以成功 不知道三颗种子什么情况了 楚风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扒开花圃中的土 上一次 他将指甲盖大的易土埋了进去 滋养种子 转眼间 又是好多天了 略有变化 潮湿的泥土下 那颗较为饱满的种子露出 依旧没有发芽 不过上面的绿意 又增加了一些 带着生命契机 可终究是没有蜕变 生出根须来 黄牛也凑过来 跟着一起仔细观察 这一颗 其实变化也算很大了 楚风说道 刚在昆仑山脚下发现时 他枯黄没有光泽 并且十分褶皱 现在 很多地方不再褶皱 被绿色斑纹缭绕 绿莹莹 有一种难以说清 但可被感知的奇异生机 种子上的斑纹十分特别 竟显得有些烦傲 鲜绿中带着极许神秘韵味 楚风再次挖土 让人失望 另外两颗种子 什么变化都没有 依旧死气沉沉 一颗乌黑 且干扁 略微变形 另一颗橙紫褐色 扁圆 像是被压扁的 得到时 它们就这个样子 缺少生机 这两颗种子 想生根发芽难度太大 将一土都集中在一起 仅供第一颗种子用 楚风决定这么做 黄牛点头 表示同意 有些麻烦的是 种子发芽生长 需要时间 而白蛇在太行山 让人忌惮 黄牛消失了 它去找大黑牛 再一次询问 这片区域是否还安全 因为它也不想种子生长时 发生什么意外 它去得快 回来得也快 告诉楚风 短时间内没什么问题 一寿中的王彼此 最了解 希望早点长出东西来 黄牛吸迹 因为 大黑牛告诉它 不久后将带它一路西行 前往火焰山 它时间不多了 它真是牛魔王 楚风发呆 黄牛摇头 它不知道 所谓的火焰山 是毗邻昆仑山的一片火山区域 黄牛一直想进昆仑 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那株小树怎么样了 楚风询问 扎根在昆仑青铜山上的小树 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神鬼没有细说 只告诉我 日后可以带我去 黄牛写道 楚风将那颗绿色斑纹 见多的饱满种子 塞进拳头大的异土内部 而后埋进一个木桶里 早先的那几块指甲 盖大的异土也没浪费 都放了进去 当然还有其他土质 如果情况不对的话 它准备带着木桶走 浇过水 一人一牛就坐在这里 眼巴巴地望着 恨不得它立刻生根发芽 可以想象 它们有多么的急切与渴望 楚风满怀希望 无比期待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寄托 它暂时没有服侍紫金松子 它觉得 这颗埋在土里的种子 或许能带给它惊喜 黄牛跟白掌挠心似的 走来走去 每隔一会儿 都要到木桶前观看片刻 这导致楚风都跟着闹心了 忽然 楚风的通讯器响了 是它母亲打过来的 妈 楚风接通 通讯器那一端 它的母亲非常焦急 都快哭了 很急切地问它 是不是还在青阳镇 现在外界都快炸开了 一片沸腾 因为太行山的动静闹得实在太大 在最短的时间内 传遍各地 一条大白蛇族有数百米长 连导弹都炸不死 横行太行山 杀死数千名艺人 震惊世界各地 这已不是一国一地的事 传遍各国 可以说 影响太大了 这是天地一变以来 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大事件 世界各地都在谈论 妈 我没事 你放心好了 我马上就会去找你们 楚风不断安慰 甚至说了善意的谎言 比如 告诉他们 自己早已离开这里 在另一地的同学家中 很长时间后 他才结束通话 随后 楚风浏览各种新闻报道 果然外界已经宣废 这件事的影响 实在太大了 白蛇的少量照片 被传到网上 那么庞大的蛇区 直接脚断山峰 突破阴障 横空而行 实在震撼人心 再加上亲身经历过 这一亿的一人口述 讲解经过 举世皆经 人们忧心忡忡 白蛇的出现 源于太行山 一直有他的传说 而国内不缺这样的一文 甚至有的地区传说 更离奇 更可怕 难道那些地方 都藏着莫名的生物 国外也不能安宁 因为世界各地 有不少神秘传说 真要一一成为现实的话 那简直要吓死人 楚风看了很久 直到太阳落山 他才放下通讯器 楚风 出大事了 救命啊 就在这时 周全惊恐大叫着 闯进楚风家的院子 他满脸苍白 一副很恐惧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 楚风大吃一惊 很明显 周全遭遇了什么 眼神有点散 像是被吓坏了 黄牛十分警觉 直接跃上墙头 朝着太行山方向张望 他怀疑是不是 那条大白蛇出现了 晴天霹雳啊 个号 周全在那里嚷着 你哥哥出意外了 楚风知道 周全有一哥哥 一直在外 由于现在很多地方的道路都断了 他哥哥至今都没有能回来 不是 周全摇头 他颤抖着 指着他自己 道 是我出事了 什么情况 至于这样事态 楚风狐疑地看着他 我的鸡脚又长出来了 周全哀嚎 不久前 那两根鸡脚断掉 他觉得解脱了 恢复了正常 可是 吃完楚风送给他的两粒松子 睡了一觉后 他发现头皮发痒 断脚竟开始重生 又冒出一小段 楚风无语 这算什么大事 他其实早有预料 周全多半会恢复过来 黄牛很生气 还以为白蛇杀到了呢 险些给他一掘子 不就是两根鸡脚吗 没什么大不了 楚风拍了 怕他的肩头安慰到 周全顿时泪流满面 道 不是两根鸡脚啊 真是那样的话 我也不会这么着急 你们看 又多了一根 现在是三根鸡脚了 他掀开自己的大背头 指着头顶 果然 除了断脚重生外 在头顶最中央那里 又出现一只心脚 笔直向上 跟输了根朝天便似的 怎么多了一根 楚风也快无语了 周全仰头 无语问苍天 原本的两根鸡脚 都让他抓狂了 谁能想到 现在变本加厉 又冒出第三根 楚风颇为同情 第三根鸡脚 如果太平点也行 可居然跟朝天便似的 太灵类了 黄牛咧着嘴在那里笑 还凑过来 摸了摸周全的第三只脚 周全气得想咬他 都这个时候了 这头无耻的牛 还在嘲笑 梦 黄牛低叫了一声 在地上刻了一行字 说这是好事 并明确告诉他 以后或许可以在 牛氏家族中 有一席之地 你 走开 周全气得牙藤 将摸他头的那只梯子拨开 带着愤懑 跑回后面 那座宅院去了 夜晚 楚风跟黄牛在院子中坐着 似是在赏月 其实是在盯着木桶 真恨不得立刻出现奇迹 有人 突然 楚风警觉 事实上 黄牛也早已发现 他而经实力长了一大截 直觉更加敏锐 你躲起来 不要出来 楚风说道 并快速将院子和房间 整理了一遍 避免有什么 不该出现的东西暴露 明月高挂 夜晚很静 楚风的家 在镇子的最东边 挨着一片果园 大片皎洁的月灰洒落 这里一片洁白 非常安密与宁静 一个女子身材修长 踏着月色而来 她极美 在如水的月光下 身上有一层 朦胧的光玉 林诺依 竟然是她来了 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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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可